歡迎收看娜娜達斯 不是娜娜達 阿拉斯 我很突然 我剛剛還在喝點聊 好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 六七年級生懷舊卡通 之同類型卡通歌曲PK站 好爛喔 你看我們會分兩集 我們三個CACG 也是兩集 我們每次都是覺得 我們一集會錄掉 可是沒想到資訊那麼豐富 然後我們大部分都PK第一代主題區 因為我們要PK的是 六七年級生懷舊的卡通 所以如果你突然說 為什麼沒有排球少年 球雷都沒有排球少年 但是我不是那個年代的東西 靈異類有什麼沒有 鬼滅之院 不是這 都一樣嗎 好 靈異的東西呢 這個世界上 存在著人類的溫點 無法辨認這個力量 對 前面一定要有這個 一定要有這個 他們實施等待機會 因為這個影言跟後面的歌曲 在心間很重要 對 一定要有這個影言 我覺得神妹好帥 對啊 我這個很小 我真的很想嫁給他 是八層地獄降臨這世間的正義使者嗎 來… 神妹 神妹 這邊… 好好聽耶 原原是我們黑暗搖滾的歌 對 我都被嚇壞了 你準備好了 要擺頭了 被拉搖滾的歌 被排名 被排名 這別用辮子耶 這別很開心 地板上去唱 AGA P.K.的呢 下一個也是經典的 鬼神童子 好可怕喔 這有這個新的證明 對啊 燈子好像喔 對 這有一個大寶戲 AGA P.K.的呢 好好酷喔 而且這種歌就能說到很搖鼓的 AGA P.K.也是超小的 AGA P.K.也是你的歌 AGA P.K.也是很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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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A P.K也是很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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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再回去補 因為我想感受那個感受 好噁心 然後還有第三首要PK0 是靈異界的 因為主角第一集就死了 一定要這樣 等等等等 而且這首歌怎麼那麼流行 已經很像冰淇淋的某一首 就是自己的專輯裡面的歌了吧 你說隨便專輯頭一首 吉他的進歌點也是很厲害 很好聽 他們開始覺得對人家跑 然後那個誰 牡丹就是坐他的掃寶這樣飛 這套唱法就一直想到阿翰扮那個日本那個 那個來賓是不是假來的 就他就有一個三美嘴 那靈異類歌曲裡面的PK 我覺得很難耶 一二三鬼神童子 所以恭喜鬼神童子 恭喜前鬼 獲得靈異類的PK 他們的第二代就真的不紅 我也是沒有印象 真的沒印象 他就變得超鬼神 超鬼神 對 真的耶 可是我也有看阿 然後 對 對 他就變成白色對不對 後鬼就出來 哇 哇 凱吞音耶 我覺得有可能是後鬼的關係 因為後鬼出來大家就好像 比較沒有那麼熱度那麼高 你好過分喔 為什麼要歸音為後鬼 就像黑色筆桿的那個 靈異像是神梅的某一個片尾曲 超好聽 好聽一下嗎 那 那個 很樂團 對 很樂性 對 很像好下去 也會有歌 好好健康喔 好好健康喔 他都這樣唱喔 明明就沒有這樣吧 有最後面最後面 現在就不得了了 美少女變身類 美少女變身類 就是分兩大派系了吧 對 我覺得是一大派系 跟一小派系 原來我們先聽美少女戰士 因為大家最熟悉的 變身類的翹楚 第一名 他就是一大派系 這已經太厲害了 而且前外道他不需要唱歌 對 第一代 第一代是沒唱歌 只有訂閱 他就知道之後才有人聲 對啊 然後播人聲的給大家聽 好 好 好 又有問問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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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了 很好聽 很好聽 他的歌相對神媒非常不複雜 哈哈 他又回到主歌 對對對 這首歌會一直循環耶 然後另外也可以跟他PK了一小撮的粉絲 就是愛天使傳說 愛天使傳說 那個時候你有看嗎 你有看嗎 我有看 我覺得很囉嗦 為什麼 對我來說很囉嗦 因為他們戰鬥前要先換衛衫 然後再變戰鬥服裝 好忙喔 就是我會覺得你很囉嗦 美少女戰士啊 月光初級之前 那些水星啊火星啊 就會紛紛先出擊然後都失敗 對對對 然後再換月光線 對對對 老實說也是蠻囉嗦的 那你的月光線 你就一開始先出來就好 對啊 隨手月亮先出來就好啦 你有發現月光線就會被罵對不對 對對對 好那我們來聽一下愛天使 還是不了愛天使 你回上去 我無法跟他聽好 愛天使傳說的片頭 畫面跟 沒上了吧 有點那個 搭不起來了嗎 對 後面還是很美 有啦很美漂亮 我覺得還是有一些愛天使傳說的 真的是超級鐵粉 如果你真的覺得 哪個部分真的是 明明他們就是棒的更好 那你告訴我們 你說棒的更好 對棒的更好 你為什麼不講更棒就好 怎麼就是棒的更好 因為我本身就是有學一些英文 那個語法已經有點怪怪 文法部分 其實 我們就投吧 好好好 一二三美少女戰士 我最愛的美少女戰士的片頭曲 其實是最後一代的最後 你說那個 我來聽一下 你也太突然了吧 你也太突然了吧 什麼是馬天在啊 後面有那個翅膀 好好聽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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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代也是最少人看了一代 所以可能有些人對眾歌也不熟 推薦給大家 第五代我們都已經長大了吧 比較大 我們的節目就特別在這 就是非常的女性化 非常的男性化 所以我們現在要聊機器人和挺 誰會想到要聊這個 愛死這些 這個的PK式 他們其實是同一個系列的 對 然後他的第一代叫做 絕對無敵 好好聽喔 絕對無敵雷神王 超愛的 他們就是機器人合體的 有一個外星的生命體 然後進到地球就說 孩子們啊 這個地球就交給你們啦 然後學校就是被改造成 對 機器人的地方 好 我們現在來聽元氣小姐 就等於是下一代的 對 他沒有客串喔 絕對無敵雷神王 跑去元氣小姐 對對對好好看喔 那時候我在家裡都發抖 就感動 好帥喔 熱血最強 就是他下一代 但是呢其實我對這首歌沒影響 你聽聽看 好 我們能不能肚殺太過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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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唱絕對無敵 到元氣來到這邊 一路這樣慢慢叫 真的 差太多 一二三 絕對無敵雷神王 沒錯好好聽 真的好好聽 我很好聽 愛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絕對無敵的那個合體劑 雷神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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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看喔 鳳王 這個真的很好看 對 劍王 他那種動有什麼那些卡 所以他們就合不起來了 合不起來 卡那些卡 鎖不起來 有變成頭 對 劍王 而且我以前真的有買過這個的機器人 我有買 我也買過 我知道 對 他們真的 對 他們真的有穿那種包臉的 來來來來 然後再開始從那個各個地方 公園剛剛什麼地方 公園啊 公園啊 這個畫面靠經典 對… 對… 因為他前門部部長耶 對 喬喬板上那小孩 你很鎮定喔 你家都那麼大的動盪 你都不太吵嗎 對啊 是 對 機器人 好酷喔 他們各自原本都是自己一個機器人 對 我要再喝 很多說有沒有 很多說 那小兔真的好愛喔 好酷喔 好酷喔 他要喝得很快 對 像剛剛的 絕對無敵 很囉嗦 很囉嗦 對 你看 他們是在 他們才真的有在學校裡那一個 絕對無敵也是啊 絕對無敵也是小學 有耶 對不對 他看他們會坐軌道 他們最大經費太高 對啊 小孩怎麼可以取車啊 對啊 很危險 還要先去對的位子 對 一代比一代囉嗦耶 可是美一集就在期待這個畫面 對 可是被我們美音效了 這什麼 他何體的美啊 他慘啊 我要快轉 好 好 走走走走走 他就很冷 而且他就很冷 而且他就很冷 然後沒事 對他就很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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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你看我們聊過這還沒 他還沒變完 好 接下來呢是一個 秀豆類 你去問我身邊的朋友 發現秀豆類的很少人看耶 印象沒記錯的話 秀豆摩導師很容易 常常比較晚的時候播出 對 或是某個綜藝節目之後的 秀的泰山有平常正常的時間 對對對 因為他直接 這樣就很可愛 對啊 所以他 欸這個也很賤 真的很好笑 真的超賤 就變真真 哈哈哈 他是同一個人 他只是變胖 對 然後秀豆摩導師呢 我選的是第二部的 對 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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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賓祉布的歌 對賓祉布的歌 是賓祉布的歌 很好看 很好看 而且 對 對 他就是利娜音巴斯 然後旁邊那個歌叫高麟 對 秀 mij老師也是超多代的 我覺得以前跟現在不一樣 是因為以前就是要追著電視 電視有播你才有機會看到 你只要一錯過 可能那個時段你剛好去補習 永遠錯過那一代 對 1 2 3 秀人某大師 好 不一樣 不一樣 不行我喉嚨一定要爛掉 那個錄影前我就跟阿南斯講說 喉嚨這種東西爛掉 他說你就放太高的Key 這樣吧 其實我可以用這個Key 給大家聊天 我覺得觀眾這個時候已經轉來了 不 我覺得還是可以 因為主題很有趣 好 我覺得像有那個球類運動片 球類都最好 其實就是灌籃高手 我覺得真的是灌籃高手 الله ratios 好好聽喔 我們先看動我們球的彈品 好久沒看到這個 好帥喔 怎麼站在那邊會有雷啊 而且他們的衣服好像在那邊 好帥喔 火焰球 火焰球 好帥喔 而且他們是唯一了 很少真的很少躲壁球的卡通 接下來是我們兩個是私人很愛的 你會覺得很像聖靈充滿 對 好好唱吧 好帥喔 好帥喔 他們眼睛很不同 不行 很高腸 donc 虽然電影都買了 他們這就是不同的球類 而且其實也有點不同年代 對啊 而且可能我不確定我出生了沒 我也沒嗎 對啊上映1984了 天啊 耐满呀 耐满呀 耐满 我不發現他們其實就 SHE 脫球是紅頭髮的 然後殺球就是頁頁的 接球的就是耐满 所以他們就是一種SHE的概念 自己有自己的能力 garden 然後我們就一起被血印代表對啊 對對對 要是SHE 好是SHE 但是按照我們兩個的喜好 我們兩個的意思 1 2 3 順利領牌 恭喜順利領牌得到了 球類運動的第一名 沒錯沒錯 因為真的很好聽了 有嗎 反正我們知道 這有好聽嗎 可是真的很好聽 The sunshine 因為我們剛好聽到灌籃高手 片尾也非常的好 對 阿娜達三年座にいれば 他に何もいら 來吧 夢のhigh tension 結尾 另外一個就是很多人聽了 可能會想哭的 歌聲 戻らない時だけが 何故輝いては The sunshine 好爽喔 這個人滿厚高的 我三人是神子獸 山女座 我三人後 我來記錄我 山女座好可以耶 山女座好帥喔 那是須目鋼線嗎 須目鋼線如果認真對我好 我好像也是可以 工程兩天我好像對你有辦法 過兩點有點溫脾太皮了對不對 你跟他人太瘦了 我寧願目目 對我寧願目到 你不是喜歡仙道 仙道小時候最愛 可是我後半天頭髮太高 可是他每次要把頭髮弄成這樣 而且他們球影打成這樣 頭髮還是可以接著這樣 他頭髮也太大了吧 他已經是很會做頭髮的Drag King的狀態 你要把頭髮弄成這樣 我覺得除了Drag King 這個路人沒有辦法 體育呢有兩個 真的不算紅 首先我們先聊大運動會好了 你知道為什麼沒有大運動會 沒有 不要囉嗦 大運動會的歌超好聽 很好聽 升七名 來 飛奔 Ella 好像Ella喔 Ella 好像Ella 對 Maaaaa Ella Ella 很好聽 很好聽 然後接下來是我個人也超級愛的奧運高手 我覺得它影響很多奧運選手 我相信真的有 東奧的時候我又再重新看 這部漫畫它也有卡通 然後漫畫的時候我就有偷 就是有奧運的選手說 他們小時候也有看這個漫畫卡通 而且我真的很推薦現代人去看 因為我們今天要用奧運了 我相信你們看這部 再看奧運會更有感覺 我們來聽一下這首歌 一 二 三 大運動會 奧運高手 大運動會直聽很好聽 奧運高手是你要看完動畫再聽那個歌 對 而且大運動會 因為那個女生的聲音 讓我聽酒有點煩 哈哈哈哈 乾杯 那一 都要一 都要一 你先跟他道歉 可是我還是愛 我還是愛 我還是愛啦 我還是愛 很多人聽我們節目也很煩 他還是會看到一樣的邏輯 哈哈哈哈 好 接下來是家庭類 先來聽一桃小丸子好了 這個是後面 就是他們都制作那個 我 Uhh P la la P la P la O Not Mia P la la P la P la 發小丸是不是有翻唱 有 有 有所以很紅啊 然後我們這家直接來聽 這個一定大家都很熟了 真的很厲害欸 期待再相逢 好這兩個我其實已經有答案了 1 2 3 2 我們這一家 你知道什麼時候我們這一家嗎 是因為櫻桃小丸子我比較愛的是第一代 喔對對對 就在劈哩啪的劈哩啪的真的太紅了 對 他嘗過一次甜頭之後就一直 給他每一代都這個 就跟美少人戰士一樣 美少人戰士一開始就紅啦 對他就連到第五代 他都還不捨得換 他到後面才換那個 那第一代 我們來聽一下第一代的櫻桃小丸子 對啦 你有那個雜貨店的那個 好可愛喔 喔 好金喔 這樣音樂一起來就覺得很人生有希望 對 如果劈哩啪啦跟這個你會選哪一個 我其實會選這個 我會選這個 雖然劈哩啪啦真的是眾所皆知的 他有一代的主題曲非常的流行 對對對 他有一代的 所以那個小丸子 小丸子騎那個單子 但是他還是騎在一個很夢幻的地方 對 氣聲 對 對 啦啦啦啦啦啦啦 對 射鼓系的唱法 對 就是小孩子會不懂 然後大人沒有注意音樂性的人 會無法理解 怎麼會有這種 對 而且還是一個卡通片頭 而且好像也是很快就被抽掉了 那可能劈哩啪啪的 查到天空 哈哈 倒數第二個主題就是 動物當主角類 以前好多卡通都這樣喔 動物是不是有一個豬 飛天少女豬 它是人變成動物 喔那也不算啦 對啊 就跟妖精狩獵者 他變成狗 喔妖精狩獵者 很冷門 但他叫妖精狩獵者嗎 他們要去收集碎片 讓那個女神變為原來 很冷門 很冷門 好 動物圍主角類有兩大比較紅的 一個是金魚 但這也不合理 金魚它一直飄在天上 對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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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記得還是笑緣故痴 比較黑色幽默的東西 對對對 音樂一下就知道 對 但妖精狩獵者我完全沒有印象 我們來聽一下 我真的不曉得這首歌 所以我真的不記得叫我歌 因為我也完全記得你的甜蜜 是假如見我歌手 可是我怎麼查都是片尾曲 我覺得可能那個時候 可能沒有授權吧 可能沒有授權吧 也許 那個年代很容易是有 想辦法中文化 對 或龍奈 是說重新幫他寫一個中文的主題曲 比如說叮噹貓就是啊 對對對 你起合他媽媽 他的叮噹貓是不是原曲長這樣 只是翻著中文 不是喔 好酷喔 而且李安寫的喔 對 詞是李安寫 不是唯李安喔 是大東 是大東人寫的 下一集才會有叮噹貓 因為我們有翻兩集 叮噹貓PK的小叮噹 預告 但下一集可能是一年後的 我們應該選出來了啦 一二三 英語言 對 最後一個呢 我們來了 龍珠類 九龍珠 我也是身邊很少人會看耶 對啊 九龍珠的作者是柯南的作者 喔 難怪好像喔 對 其實有印象的 其實有 是不是很像柯南的 柯南帶假髮 在那個悟空的假髮 而且那個壞人長的那個 柯南裡面壞人 對 很像 他那時候就是他的劍裡面有一豬 然後豬可以換不同的特殊屬性 就有能力 有雷啊 有火啊 什麼之類的 我有這個卡夾耶 那個遊戲的卡夾 很酷耶 九龍珠的卡夾 但是九龍珠的壽命偏短 都好像沒有什麼下一代 對 但七龍珠有非常多代 對 所以我們一樣就拿七龍珠的第一代 來PK就好 好可愛喔 很可愛很可愛 好就是七龍珠贏了 好不好 不是因為九龍珠 相對真的也沒那麼熟啦 下一代就叫七龍珠 自己有兩代主題曲 我覺得也都很好 我們來聽 大家很熟了 對 好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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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帥喔 天津犯 沈美 謝師傅 前櫃 四選一 四選一 好好 前櫃可能會讓我太受傷 好 就是他可能在性懸雲 他可能會 我會受傷 所以就先算 沈美相對偏瘦 瘦子我不行 好 現在是他謝師傅跟 謝師傅跟天津犯 好滿喔 我同天津犯 天哪 因為他是改邪歸正的人 你知道他有一種 浪子回頭的感覺 然後會有種覺得就是 他會對我 我們為什麼要贏 他就好多人 我沒有耶 我忘了絕對沒有 這些人沒有任何的下想 你就是完全沒辦法對動畫人物 沒有 我叫真人 我不用 好可憐喔 在聊七龍之這麼偉大的作品 猜渣了這個 我們還有兩首歌還沒播 就已經聊到這樣 好難喔 他自己帶還有另外一個片頭曲 好感情 很多人最推崇的是GT的主題曲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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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那我聽到 我問的 誰是GT的主題 好感情 o 照片 2000 永遠 心情的時候 我自己看了就有點難過 甚至有人會說 老師我們可以用七龍珠 我講到現在想哭 我可以用龍珠 幫你復活嗎 對啊 就是你知道他寫了這個作品 我真的想哭 怎麼會這樣 你哭你都哭 其實我們身為在設施世界上 可以影響別人的生命不一樣 是一件很偉大的事 然後你看那麼優秀的作者 他一定影響我們很多人 生命不一樣 而且即便我們真的 沒有追這個作品 可是他創作了整個歷程 或者是他的生平世界 也會影響到我們周遭的人 如果你覺得很重要的朋友 或很重要的人離開之後 我們都心裡一定要 一直想念著他的好 有些人可能會害怕難過 也不去想他 可是我覺得不用去害怕 因為真的去想的時候 才代表他們在這個世界 留的美好是存在的 不曉得今天哪些歌曲你覺得最愛 然後我們互相比拼的內容 你有沒有覺得哪邊 你不認同的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對 但是不要罵我們 對 沒什麼好罵的 就個人的喜好而已 而且我們也沒有人身攻擊吧 還是有 我不確定 我們剛剛都一贏了 那我們不是人身攻擊 那是人身稱讚 好 就這樣子囉 謝謝你們收看大大師 再見 拜拜 拜拜 我爛掉 重新的監獄會 現在有我 你去除行了 接下火 火魂里人行 又到A床了 然後裙子要飛 飛起來 那我拿光 對對對 好好看喔